大家好,在西尼很难买到活虾 今天有幸买到一公斤活虾 下面我们来做一道简单鲜美的盐水虾 活虾只要用清水稍稍地处理一下即可 材料很简单,只要葱、姜、盐和料酒 准备一锅水,放入两根葱,几片姜 三十毫升料酒,两小勺的盐 盖上锅盖,等水煮开 在等水煮开的时候,我们来准备蘸料 根据个人口味的不同,我今天准备了两种蘸料 第一种是姜末和醋 第二种是蒸鱼石油 现在水烧开了,我们把刚才处理好的虾倒下去 哇,你看还在跳呢 用筷子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 根据虾的大小,根据虾的大小,烧开以后两到三分钟即可 现在我们把虾捞出来,装盘 放上一点香菜做点缀 一道鲜美的盐水虾就做好了 迫不及待,赶快尝一个 我个人觉得,原汁原味不用蘸料的虾更鲜美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,请你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